空中的一号公路真是太美了 来我们一边看着这个风景 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洛杉矶到旧金山 整个航程只有40多分钟 不到50分钟 这已经快到湾区的一段山 这已经是这个湾区了 这也特别漂亮 这次女儿被UCBerkeley录取 我还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的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她自己申请的 然后学的是media study这个专业 那我也跟她有聊过 类似就是说你的将来的设想 学习的方向这些 但沟通不是特别好 就是她没有太放开的去跟我交流 或许她自己也是还不太清楚 还有就是我们的沟通方式 以及我们就是家里的这种 平时的沟通环境 可能让她觉得 哎呀不想跟你说那么多 总之呢 我还是非常欣慰 非常为她感到骄傲 然后希望她 在这个学校里面学习 慢慢找到自己的方向 然后 慢慢来吧 我们到了 就是那么近 这个航班还不错 这架飞机也是A320 挺大的 普通的经济厂 没有食物 没有饮料 只有水 旧金山的机场还是蛮漂亮的 然后它整体的设计也还挺好的 我觉得比洛杉矶的机场要好 因为它整个有轻轨 这个环线 轻轨能到所有的这个terminal 所以的话就不会 你看下面那个都不会很塞车 像LAX Departure Arrival 都是特别多车堵车的 那这个因为它有这个的话 有这个轻轨就特别方便 而且从这个一直可以接到那个市区 这个还挺方便的 然后空气也挺好啊 远处都有山啊 然后气温比洛杉矶要低10多20度华氏 我们现在去那个租车的地方 大概三四个站嘛 就到了这边租车 全在这 然后它三楼 到达是三楼 三楼是所有的各个租车公司 然后赫子 我们那是赫子 赫子的话是在一楼 那整个一楼基本上全是赫子的 排了很长很长的队 我不知道 为什么它生意那么好 不知道是不是前两年做了很多广告 疫情期间做了很多电动车的广告 我们租的也是电动车 特斯拉嘛 还挺便宜的 大概我租一天吧 预定这里是117块 然后再加上一个35块的 就是不用充满电还车 就随便10%以内换车都可以 这个也省很多时间 因为没时间去充电嘛 风果的配置一般高一点 所以它卖的贵一点 Interstate 80 East 但是它会剪车你有没有在 我女儿在教我怎么使用自动驾驶 还挺好的 感觉有点啪啪的 因为特别快 它是因为前面没车可能 它现在开 没有你自己开的呀 那只要是自己可以关 过完桥十几分钟就到达伯克里 到了公寓里 这个公寓里面还有个中庭 还有好几栋 房间也挺多的 大家猜猜这么小一个阁楼 要多少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